中共拍攝的林則徐在六十年代初期拍攝一部鴉片戰爭的電影 它不是叫鴉片戰爭 它叫做林則徐 裡面要提到三原理 這些抗英鬥士用中共術語是地主武裝力量 中共的術語是地主武裝力量並不是農民革命軍 有些西方學者解釋為何中共在革命根據地時開始鬥地主 因為這些地主後面的故事 將來我有機會再跟大家講太平天國的故事 就是太平天國為何會死呢 為何會輸呢 除了有洋槍隊 有外國人幫拖之外 就是地主籌其搞斷念 搞私人武裝去抗擊洪秀傳 所以在整個中共歷史的論述上面 其實你要合理化 它們真的會輕易的 因為你是承認了太平天國 是農民起義 太平天國的對家 你一定要動它 所以這個就說來話長 一筆報那麼長 因為太平天國那裡太多故事了 這個將來慢慢 有機會逐點逐點跟大家講 你只是講曾國藩差點想自殺 那裡也有很多故事 不過補充一句 林執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 虎門燒煙搞完一個大頭罰 搞到英國要開拖打實理清帝國 林執徐被撕柴的 他撕了柴 因為他沒有官做 但他其實在廣東都有搞脫煉的 有搞鄉勇的 他手頭地方 我看過的資料說他都有一千到八百個士兵 那些鄉村鄉勇幫他做打手的 林執徐也不簡單 所以這是廣東的文化 我要提提 在中共拍攝的那套電影 林執徐並不是97年那套鴉片戰爭 裡面提到的英軍 並不是你所說的印度兵 全部都是白人 可能中共是有秘技 如果說英軍這批是印度兵 怕得罪印度 但是歷史主要是印度兵 英軍裏面有很多印度兵 主要是印度兵 早期的時候 拜火教 很多都是拜火教背景 這次阿比斯真結束之後 清朝就籠落部分的鄉親 又不是籠落全部 籠落了部分 代理人 代理人 出現了代理人 這件事 本來在鄉村和鄉村之間 他們有一個微妙的勢力平衡 透過蟹鬥 透過蟹鬥 他們不停為很多資源爭奪而駭鬥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看稍為對中國文化有認識的人 我們廣東人都聽過這樣的駭鬥 很厲害的 很出名 那時候也出了聲 很出名 很出名 鴉片戰爭之後 由於部分不是全部做了代理人 其他沒有聲開 所以打破了勢力平衡 廣東的情況很微妙 因為這些鄉村駭鬥 廣東的潮傘地區 佛山 四溢 四溢即是江門市 即是珠江口的西邊 這些是順德 潘儒 基本上大家上網Google 這個叫做廣東駭鬥 這個其實是研究華南中國歷史 在西方的歷史學家方面 漢學家方面 他們是其中一個都很樂此不疲 去研究的話題 其實都還包括香港新界 即是元朗錦田一帶 這些鄉村駭鬥 很厲害的 有機會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或者大家可以訂閱我的Patreon 我Patreon間中也有說這些 所謂鄉村之間的駭鬥 其實他有他的理據 我不是說支持 是因為那時農業社會 要爭奪水源 要爭奪良好的農田 要爭奪貿易的據點 所以舊有的勢力 他一定是會面對新的人的挑戰 我不說太遠 這個扯遠一點 就是講香港 但香港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就是講三個地方 元朗、上水、大埔 大家有沒有留意 元朗、上水、大埔 過去是有舊虛和新虛的分別 舊虛和新虛 舊虛就是那些自古以來 那些既得的利益集團 他們成立一個虛市在做生意 但是很多時候 後來有些外來的人 就移居去了那個村落 他們是外姓人 他們又不是原居民 但是他們可能又很努力的 很勤力的 不是吃老本的 又可能有些是讀到書的 那他又覺得 舊虛那些人 就霸佔了商業利益 那他們便要成立一個 叫做新的虛市 元朗、上水、大埔 是最經典的 其實是這些的例子 在香港 就是剛才我說的 元朗舊虛 上水舊虛 大埔舊虛 之後出現了有新虛 新虛市的出現 其實在整個華南中國 廣東一帶 其實都一樣是很普遍的 這個是社會流動性 你舊的既得利益者 一定會面對新的人的挑戰 那鄉村賴鬥 清政府 那些嘉慶道光年間之後 那些為他找些巡婦 譬如兩港總督 那個年代最出名就是葉明森 那他又 就看中了一些廣東的 就是那些鄉新 名字又不說了 這些是資節 那就做代理人 有官方背景 那這些鄉新有官方背景之後 那他就如虎添易能 沒有人敢挑戰他這些鄉新的地位 那他就開始壟斷他的勢力範圍 一大的 那些叫做生意 貿易 農田 水源 又和官府有合作 那他們背後又有 繼續搞十三行 繼續搞廣州城的生意 那順帶一提 第一次鴉片戰爭完了之後 廣東明是要開放廣州城的 但是當時的廣東的鄉新 是不讓外國人入城 那其實當時英國人 英國人其實不是很想拿香港 其實他的主要就是 香港作為一個踏腳石 其實是看中了廣州城的生意 那廣州城附近 譬如是珠江的西面 就是江門一帶 那些四一五一那些 那些生意很厲害的 另一個就是潘如順德 那些地方又是很有錢的 一如米之鄉 其實英國人那時是看中了廣州城的 一直是想入城 那時的鄉新是不讓他們入城 甚至是出動武裝力量去驅趕那些士兵 甚至是曾經發生了一些命案 是有些英軍的士兵 在廣東一帶的河邊打那些水鳥打獵 有幾個士兵是被那些鄉用殺死的 是殺死的 那個名字我稍後再搜尋 有個地方名字 我一時三刻就醒不起來 稍後再跟大家說 或者我在YouTube那裡留言 重點就是 第一次鴉片子生完了之後 怎樣在清政府找了一些廣東的鄉新做代理人 大家互相合作去保持廣東的治安 剛才說 不能夠再容許到有新的鄉新 新的鄉村 作為一個新的挑戰者去挑戰已有的鄉新 這是影響到廣東的鄉民的流動性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當一個社會 廣東那時的情況很嚴重 其實是在鴉片戰爭之前 1930年代 1940年代 已經有一些歷史學家 例如我之前在這個節目經常看 廢正清點名是一個很出色的後輩 這也是我一個很喜歡的60年代的一位漢學家 魏菲德 魏菲德那時為什麼他這麼厲害呢 就是他第一個提出要研究廣東歷史的一位美國漢學家 他研究廣東的團煉 研究太平天國 研究中國的黑社會 三合會 特務 研究王太極 清初王太極和康熙年間的 清女真人的管治 嚴格來說是高度權威來的 他的書圖書館齊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圖書館借 他的書是非常非常之好看的 其中一本我之前也有講過的就是 這個叫做大門口的陌生日 就是講在鴉片戰爭 兩次鴉片戰爭那段的時間 究竟廣東那時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過去研究中國歷史的很早的 第一代的漢學家 好像廢正青那一班 研究政治史 帝皇帳上的 就不研究地方史的 魏菲德是一個很破格的 只有他當年1960年代提出 其實要了解中國 一定是要研究中國的地方史 而這麼多中國的地方史 有哪裏要最值得研究呢 就是廣東 清政府看中了廣東的鄉紳 大家結盟 不容許有新的挑戰者 那剛才說 鄉村的人他怎樣上位 他怎樣去令到自己有個社會的流動性呢 他們就要參加這些鄉村的鞋鬥 去為這條村建功立業 成為這條村的打手 去幫這條村奪取到一些有利的 河道的資源 或者是一些很肥沃的農田 那他在這條村那裏就有地位 有獎賞 有江湖地位 那這個是 在一個廣東人口壓力這麼大 農田又不足 還有廣東說 每年是有十幾二十萬人移民 即是在鴉片戰爭之後 他們去南洋賣豬仔 每年是有十幾二十萬廣東人 去東南亞 即是剛剛早幾天 李家超去馬來西亞那些地方 即是去那裏賣豬仔 廣東人是很慘的 是沒口好吃的 那你以前說 我姑家寡人 寡佬一個 那我當然是加入鞋鬥 加入鄉湧 建功立業 現在你連我建功立業的機會 都不給我 這個是清政府沒有想過的後果 這些人想上位 後來的故事是怎樣呢 就是加入秘密社團 這個就是解釋到 為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 特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 為何在廣東那些秘密結社 是這麼普遍 就是因為他們是不能夠再 透過參與鄉村的鴉鬥 去令自己的社會地位提升 那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自己的社會地位提升呢 就是加入這些秘密的社團 這些秘密的社團 即是後來我們所理解的 叫做三合會 即是紅門 黑社會 不是那些什麼八年教 那些什麼小都會 陳近藍那些朋友 那些是另外的 那些是有宗教背景的 我所說的那些 就是真是秘密結社的社團 這些只要你願意加入 它是不會看你的背景的 總之你想為社團復佈的 你能夠建功立業 那你就可以突破你原有 即是整個廣東 你不是做生意的就是工匠 不是工匠就是農民 只有這些社會階層 但是當你不能夠參與鄉村鴉鬥 唯一的出路 那些人如果又想上位 想改變自己的命運 那他們就是要加入這些秘密社團 所以就解釋到為什麼 在太平天國出現的時候 廣西有廣西的人去加入 廣東又會出現有大量這些結社 這些社團 他們跟廣西的太平天國 又互相呼應 當然廣西的拜上帝會 後來的發展當然很厲害 在南京成立了太平天國 有一個天經 但是廣東那些其實就是流羅來的 很多都是打家劫社 土匪 純粹是打劫的 純粹是做土匪的 這個就是關鍵了 就是他們 可能是一百幾十個人 就已經成為一個地方的社團 跟著呢 一路一路就召集 一些亡命之徒去加入 厲害到的時候 他們是有一萬幾千人的 他們是很厲害的 他們那時候是說的是 他們是逐個城去攻的 譬如其中有一個很出名的 大家有興趣的 就是在佛山 佛山他們搞了一個 太平天國大家聽得多 有一個叫做大靈王國 大小的大 靈靜的靈 大靈王國 這些就是那時候 在廣東那些社團 他們去攻城略地 去逐個城 他們是很短時間的 我只是想進廣州城打劫 我只是想去佛山裏面打劫 有些也是打增城 這些地方 但是後來就因為 有清政府要出動士兵 其他鄉湧去搞這些社團 故事有骨牌效應 他們已經不能夠再在陸地上去維生 因為他們打完劫 要分裝給那些小孩 其實都打得七七八八 沒有東西可以再打 之後的故事發展 就是他們打劫那些 叫做珠江口的河船 和廣東沿海的商船 其中一隻出了事 那隻就是阿羅浩事件 那隻阿羅浩 所以就是 在一個這樣的大時代 一個大的背景底下 再加上 由第一次家騙戰爭完了 清政府明明就說 答應了開放五口通商 又說被鬼佬進去廣州城做生意 又說要廢除這些 所謂的十三行的壟斷 因為全部是吹水的 全部是作大的 都不是真的 那英國佬一直在忍的 那時候又一直在忍的 忍一下忍一下 不要搞了 終於有一件 叫做阿羅浩事件 你那些清政府的人 就說這隻阿羅浩這隻船 又說走私 又說那隻船的牌子要過期 如果沒有記錯過了期十二日 那個執照過了期 過了十二日 然後你就說這隻船要做走私 然後你就要懲罰 懲罰船上的水手加船長 但是我的故事好像是 船長已經一早走了佬 不知道為什麼 船長一早走了佬 那他就說 英國佬佛都有可 之後的故事就是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出現 這個就是後話了 重點就是當第一次鴉片戰爭 即是今天的節目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 去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 Toby 歷史沒有如果 如果當時的北京政府 是真是尊重南京條約 真是開放午後通常 跟著下面的鄉紳 你很厲害 你有三元戰事件 抗議事件很厲害 行 沒問題 你一次就夠了 之後就取締這些 反抗鬼佬的行為 取締所有這些地方勢力 取締這些鄉容 真是跟英國佬正正常常做生意 真是不後通常 那可能就 你說太平天國會不會有這麼輕易崛起 廣東會不會這麼輕易會有這些地方社團的出現呢 其實我重點其實今集的節目就是想帶出這個話題 你輸了第一場鴉片戰爭 其實你是要服輸的 你不要再挑動民族仇恨 不要再挑動排外情緒 包括當時的 包括北京的官員 那些什麼其善 那些什麼易欣 還有那些什麼葉明森 那些全部錯判形勢 他們覺得英國的軍事力量很差 靠我們那幾萬個鄉容 其實就可以招呼到英國士兵的 但是他們這些判斷對方英國的軍事力量 完全是誤判形勢的 所以我看到就是由乾隆年間他執政六十年 英國派了一個市事團 就是這個Makali 市事團 一八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去捉你乾隆何秀 一路英國佬忍了 不是一八是一七 一七一七九二九三 一七九二九三 英國佬當時都官網了大概幾多年了 一七九二一七九三都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即是他官網了五十年 先立了新加坡 一八二零年代立了新加坡 建立了海峽殖民地 即是有賓成馬六甲 有新加坡 之後再開發東方 再官網多二十年 真是頂不住了 之後才是這個鴉片戰爭 第一次的鴉片戰爭就爆發 當然了討論位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 是不是一個公義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戰爭 這個我就沒有興趣跟他去討論 我就只是看鴉片戰爭 清政府輸了之後 簽訂南京條約之後 去到第二次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之前那十幾年的 廣東那個叫做微妙的發展 是沒有人猜到的 其實包括廣西的 因為是開放了五口通商 很多北方的貨物就去了上海 很多廣東廣西的貨物就去了廣東 在江西南邊和廣東北邊韶關的 過去自古以來那些叫做苦力挑夫 大家上網可以Google 梅嶺古島 這個是在唐宋年間已經出現的 很多南北的貨物進入了珠江水系 去到北江 北江上到最頂 去到現在廣東的韶關一帶 它一定要找挑夫去翻越那個叫煤嶺 大概海拔一千米左右 就用人力把這些叫做貨物 就用人力去翻過這個煤嶺 之後進入江西的境內 之後就去到這個叫做長江的其中一條很重要的自由 禁江一路就上江西北北邊 南昌一帶那些 但是就是因為開放了五口通商 這個叫鴉片戰爭完了之後 很多北方的貨物就去了上海 南方的貨物就去了廣州 那些叫做過去自古以來的貨物 南北刊那些的故事 南貨北運北貨南運就沒有了 那些挑夫就廢了武功 那這些挑夫呢 之後就大部分就加入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會 那這個就是太平天國 為什麼能夠有這麼多士兵的一個背景 所以整個鴉片戰爭 1842年打完 去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 其實那十幾年 我看回那段的歷史 清政府其實是闊老爛尾 他不太能夠處理善後工作 即是如果他真的 他預計到那個社會的變化 又尊重南京條約的合約精神 我相信太平天國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會出現 因為你沒有那些梅嶺古道的挑夫失業 那些挑夫 即是你便想辦法 叫他移民 逼他買豬仔 即是如果你善後 即是處理得好的 即是你不讓他加入這個叫做拜上帝會 在廣西 廣東那些 那你又沒有那些秘密結社 社團的出現 那你的清政府在1840年之後 打完鴉片戰爭 如果你又學到找英國佬幫忙 搞銀行體系 打金融 那可能清政府又可能是 可能會有機會翻身的 會有中興的 會有變革的 因為當你真的跟英國佬合作的話 即是過去就說 歐洲的經濟其實最主要 為什麼他們這麼厲害 第一有國家的投資 即是國王吹雞去集資 賺錢回來 第二就是有大公司有大企業 例如那些荷蘭東引導公司 英國東引導公司那些 另一個很重要就是銀行 金融體系 中國就是沒有銀行 沒有銀行這個概念 所以如果你完結了鴉片戰爭 你真是跟英國佬握手言和的 你那些所謂的 反英勢力的 那些什麼熱明心那些 你不要那麼仇視鬼佬 你那些廣東廣西的鄉新 你不要那麼仇視鬼佬 你和鬼佬合作 幫你建立一個健全 相對健全的 合乎好像英國的那種 金融體系那種的銀行制度 清朝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不過當然了 這個歷史沒有發生 歷史沒有如果 民生就無小事 原來當時這麼多人失業 這些就不是農民 這些就是挑夫 十幾二十萬苦力 今天做物流工作 logistics 做苦力姑娘也叫做物流學 大批物流從業完失業 所以加入了太平軍 由於這班人身臟力健 做真挑夫應該是幾大隻的 壯大了太平軍的力量 所以太平天國起事 一發不可收拾 這裏要講講所謂太平天國起義 太平天國這件事 有人叫洪洋之亂 洪洋、洪秀傳和洋秀清之亂 另外太平天國對香港也是有影響 太平天國亂了之後 起事之後 很多有錢人就來了香港 要走了 就來香港 他們覺得很悶 第一波 當英國佬拿了香港之後 香港能夠發職 第一桶金就是太平天國很多有錢人 走了來香港 不是逃避外國勢力 而是逃避太平洪洋之亂 對香港有很微妙深遠的影響 之前的香港交通不方便 香港除了有本地空空之外 有很多移民 那些移民暫時來香港賺錢 賺到錢就回到鄉下 包括這樣出現了西環大把 潮州人 北角大把 福建人 由於交通不方便 老死不往來 因為很難去到西環 你由西環走到北角 今天這樣我們當然可以走到 但當時的環境很難走到 變成西環的 半official language 就是潮州話 這是很容易解釋的 很容易解釋的 因為那時中國人的移民 是一個能一個 一個能一個 如果有個小宿伯 住在那個區域 通常那些小宿都會住在附近 所以就形成社區 北角說福建話 但香港為何會說 我們今天的廣東話 跟紅洋之亂有關係 這班有錢人來到香港 定居之後 不是定居 是陶蘭之亂 覺得很悶 在廣州請一些劇團下來 關西 關西 是西關 西關 西關 廣州市 它是正式的廣府話 這些團來到香港表演 即是李我叔的正音 正音 他們在香港說 由於他們逐個逐個表演 變成他們學了他們的畫 我們今天的廣東話 從此慢慢在香港形成 我們今天說的話 你那一代未必有 我們那一代很受電台電視影響 那些音 他們是自正康員 從前的電視台 請人們回來 都是自正康員 你我我你 沒有冷音 當時的人是沒有冷音 沒有冷音 我們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 但你已經是第二第三代 我們當時的人 亦是模仿在劇團 這些粵劇團 在西關粵劇團的表演 他們的那種口音 和那種腔 慢慢 要冷聲 冷聲 全香港 逐個逐個表演 去九龍表演 慢慢 那個學了廣東話 所以解釋到 香港隔廣州公園 為何我們講廣州話 儘管今天 我們和廣州話 是有些不同的 哪些人來廣州 馬鼎盛 就是很正宗的廣州康 我們沒有那種康 我們沒有那種康 但我們和廣州話是一樣的 基本上 basically the same 為何 因為紅陽之亂 太平天國的關係 因為香港應該是說 圍頭話 和大家話 水上文話 還有潮州、福建、客家 之類的那些話 總之 全香港不同區 都講不同的謊言 大家沒有得溝通 就是因為太平天國 劇團離開有條人 之後還來香港表演 每個人看完之後 就學了他們說話 變成香港 雖然和廣州隔這麼遠 但廣州和廣州一樣 經過基本上影響 除了康是不同的